大家好,我们都知道枝子化是一种特别爱黄叶的植物 所以很多花椰在每次浇水的时候都会给它加上一点硫酸亚铁 避免枝子化黄叶 但是可能很多花椰会发现 你每次浇水都加硫酸亚铁 却导致这个枝子化黄叶越来越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过量的使用硫酸亚铁而造成的 那么频繁的使用硫酸亚铁就会导致盆土里面的铁元素过多 这个铁离子盆土里面的铁元素过多就很容易造成植株出现中毒的情况 那么枝子化一旦出现中毒 根系首先就会出现受损 然后会出现发黑 然后腐烂的情况 根系一旦受损就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能力 特别是在根系腐烂的情况下 它根本就无法正常的吸收这个营养物质 给这个枝子化生长 特别是这个铁离子也就无法正常的吸收 那么枝子化的话就会因为过量的缺乏铁元素而造成黄液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不要每次教学的时候都放硫酸亚铁 我们大概一个月左右给它放一到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就已经能够满足它对酸性还有铁元素的一个需求 其实枝子化之所以会黄液 主要还是因为盆土碱性化严重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每次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加上一点这个燕米原路 这个燕米原路不仅可以改善水质 而且还能够为这个盆土补酸 那么这样子补了酸在酸性条件下 这个铁元素支出了才能够正常的吸收 就不容易出现缺铁性的黄液 所以我们在养这次化的时候 不要每次浇水的时候都放上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我们一个月最多使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加上这个燕米原路 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补酸 又避免黄液的效果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